第六十一章神奇的手法 第六十一章神的手法 由于凌云要炼制凌业 因此古清将凌云直接他个人在聚宝格御用的炼丹房 炼丹房内 有着一个辅助炼丹的小型的炼丹灵阵 于少 这炼丹灵阵可是我花了重金专门去亲蒙欲请一名灵阵大师构建而成的 可以大幅度的增加炼丹的效率 好用的很 古清十分骄傲地道 炼丹灵阵 这可不是任何炼丹师都能够拥有的 整个青龙欲 独享一座炼丹灵阵的炼丹师少之又少 他能够拥有这等炼丹灵阵 还纯粹是运气好 偶然间帮了那位灵阵师一个大忙 只是 当凌云扫了一眼炼丹灵阵 却是十分不满异地摇了摇头 这也能称之为灵阵 真不知道是哪位不入流的灵阵师构建出来的残次品 更可笑的是 竟然还将你给糊弄住了 难怪你炼制出来的丹药有着一大堆瑕疵 古清面露一丝尴尬 不入流的灵阵师 可那可明明是一名声明远播的三品灵阵师啊 于少你虽然炼丹天赋异禀 但也被太装模作样了吧 只是 他心这般想法刚起 却见到灵阵手指尖突然涌出一道道灵阵 见到灵阵的那一刹那 古清差点窒息 因为他很清楚 只有真正的灵阵师才可以在指尖凝聚出灵阵 难道灵阵还是灵阵师 正疑或者 灵阵的手指却动了 只见他指尖之的灵阵不断轰击在炼丹灵阵之 随着他的不断轰击 整个炼丹灵阵暴涌出一道如同水波一般的波纹 布纹泛起层层涟漪 给人一种十分玄妙的感觉 古清看得目瞪口呆 好一会后 布纹方才渐渐散去 灵云终于收手 当古清的视线再度落到炼丹灵阵时 却是一阵惊呼 因为他发现 这炼丹灵阵竟然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若说之前的灵阵只是一潭死水 那么现在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条湍急的江河 仿佛一瞬之间 整个灵阵都活了过来一样 这怎么可能 古清傻掉了 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一名三品灵阵师的灵阵在灵云手随便动了几下 竟然产生了如此画龙点睛的效果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下时间 古清看向灵云的目光更加充满了深深的震撼和狐疑 他年纪轻轻 却在武道天赋异禀 又竟然在炼丹和灵阵还如此优秀 古清顿感窒息 好在这时侍女将药材拿了进来 打破了炼丹房的沉寂气氛 否则古清甚至都觉得自己会窒息而死 现在我们开始炼治玉清仙灵路吧 侍女出去后 炼丹房只剩下灵云和古清两人 灵云没有任何耽搁 立即开启阵法 着手开始进行炼丹 首先 利用炼丹灵阵最基本的要控制阵火的火候 火候的不同 所炼制出来的丹药自然也不相同 烟火时是调节火候的最佳材料 什么时候该放入烟火时 以及放入多少烟火时 这要看一个炼丹师的炼丹经验了 不过 这对灵云来说 自然是小菜一碟 三下五除二 灵云将炼丹灵阵内的火候调到了他心目的最佳范围 古清 给我整理出十份材料 灵云突然开口 古清愣了愣 十份 不错 单独一份炼制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我要一次性炼制十份 灵云轻描淡写地答道 但此话落入古清耳 却让古清脑袋如同惊雷滚滚 众所皆知 炼丹师在炼丹过程最忌讳的是分心 一旦分心很容易导致丹药摧毁 古清活这么老 只听说过青龙玉有一位炼丹宗师做到了一次性炼制两枚丹药 但成功率也很低 而一次性炼制十份 这在炼丹界简直闻所未闻 怎么 你在怀疑我的实力 见古清迟迟未动 凌云反问一声 不是我只是觉得凡事都应该谨慎一点好 同事炼制十份实在是太冒险了 这些药材都珍贵无 如若这么浪费了 那可其实在古清心底 是已经认定了凌云炼制十份绝对会失败的结果 所以他不想凌云白白浪费药材 毕竟他知道这些药材光是这一份 都足足花费了聚宝隔十万两银子 十份可是百万两啊 凌云却不以为意 少说废话 我练过的丹药 你吃过的盐巴还要多 我都不担心 你担心什么 麻烦我说的做 区区一次性炼制十份而已 凌云前世最高记录是一次性炼制一百份 只是他现在魂力不够强大 只好减产减量了 古清本还想说些什么 但见凌云心意已决 只好将想说的话验了下去 然后乖乖的帮凌云整理好了十份材料 递给了凌云 凌云接过药材 直接将十份药材全都丢入了炼丹阵法之 这等举动 再度让古清吓了一大跳 依古清的炼丹之时 十份药材一起丢入阵法 一旦药材全都混淆在了一起 到时候十份药材可都要玩玩 他很想开口 可凌云气场十足 让他犹豫不决 最后心底一沉 叹息一口 罢了 让他撞破南墙再回头吧 然后呆呆地站在一旁 仔细地等着凌云失败 凌云没有管他 一心扑在脸蛋 只见他手印变化 一套套无特的动作 行云流水地施展出来 没有任何阻碍 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 这法之 随着凌云手印的变化 一道道阵火不断涌出 好似一条条火龙般 在凌云的引导下 不断地朝着所有材料包裹过去 好神的手法 古清本来是想看凌云失败 但见到凌云的手法 整个人情不自禁地 越看越沉迷 仿佛另一片崭新的天空 正在向他不断招手 刚刚还认为凌云必定失败的念头 顿时间全都一扫而光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震撼 更让他大胆不可思议的是 他见到凌云十份材料 不但没有混淆在一起 而且全部提纯成功 更可怕的是 提纯率竟然全都达到了90%亿 第六十二张百师 第六十二张百师 90%的提纯率是什么概念 钻石放眼整个青龙域 大多炼丹师能够提炼出 百分之三十的药材精华 已经相当不错了 高级一点的炼丹师 最高也只能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可百分九十亿的提纯 等同于让药材的药效 几乎没有多少损失 神 太神了 古清意志不注地惊呼道 在古清的惊呼声 凌云的手法越发神 提纯之后第二个步骤便是融合 凌云有条不紊 从容不破 一份份药材在他手如同活了一般 恍惚间 古清甚至觉得凌云不是在炼丹 而是在雕塑一件艺术品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 都极具美感 看得古清如痴如醉 如梦如患 两个时辰后 十分欲清仙凌露出炉 当十分灵液完美无暇地 呈现在古清面前时 古清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实在是太妖孽了 而更妖孽的是 经过鉴定 这十分欲清仙凌露的品质 竟然全是极品 可怕 太可怕了 这还是人吗 恐怕连青龙玉那些炼丹师工会 那些不可一世的老家伙在此 都得对凌云甘拜下风 心服口服吧 扑通 古清突然跪了下去 江凌云也吓了一跳 云少 我恳请您生我为徒 古清彻底豁出去了 是凌云之前帮他解了毒救了他的性命 是凌云随便急眼将其苦苦钻研多年的丹药弊端全都说了出来 也是凌云刚刚展现出了逆天的恋丹天赋 虽然凌云年纪轻轻 虽然他自己已然一把年纪 但在古清眼里 年龄并不是问题 凌云在炼丹一道的造诣已经远远地甩了他无数条街 如若能够成为凌云的弟子 那绝对是他此生最大的机遇 古清 你这是做什么 依你的资质 我看还是算了吧 凌云非常干脆地拒绝了 古清一把年纪了却还只是三品炼丹师 可见他练丹资质非常一般 在前世 凌云坐下弟子 哪一个不是绝世天资 虽然重回一世 物是人非 但凌云也并不觉得自己到了降低要求 胡乱收徒的地步 可古清压根没有半点要放弃的意思 师尊 我是真心实意想要成为你的弟子 只要你让我成为你的弟子 我具宝格的东西 你可以免费拿取 而且你你平时那么忙 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炼制丹药 只要你收我为徒 教我炼丹 我可以替你炼制丹药 帮你节省一大堆时间 古清滔滔不绝 将它成为凌云弟子后 凌云可以获得的好处 分析得头头是道 最后 还表决心地补充了一句 师尊 你若是不答应我 那我再也不起来了 这一幕若是被其余人看见 估计会以为这个世界都疯了 古清是谁 古清可是连江市王朝的陛下界了都要礼让三分的人 现在却这般哭着喊着求凌云收他为徒 凌云一阵无语 见过厚脸皮的 没有见过这么厚脸皮的 而且重点是古清都七老八十了 还这么不害臊 当真是让凌云都不知道该如何拒绝了 最后 凌云突然心软了一下 对古清道收你为徒也可以 不过以你的资质最多只能成为我龙武帝宫的记名弟子 你可有意见 古清喜不自胜 当即对凌云行了一大礼 师尊在 请受弟子一拜 凌云前世好歹也是龙武大帝 受区区凡臣一个三品炼丹师的大礼还是受得起的 只是在这时之前那名接待凌云的侍女恰好准备好了武行属性的物品走进了炼丹房 当他见到古清竟然给凌云行大礼时整个人都吓了一大跳仿佛见鬼一般丢下武行属性的物品后火急火燎地逃走了 这一次凌云和古清都是有些无语 师尊 不知你刚刚说的龙武帝宫到底是何等势力 为何我从未听说过 古清好的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 凌云早想好了答案 于是淡定地答道 龙武帝宫是为师背后一个神秘而强大的超级宗门 里面各种人意识绝是天才 我在其也只是沧海一宿罢了 神武大陆自然没有龙武帝宫 凌云这么说当然也不是信口开河 更不是怀念自己在神界的龙武帝宫 而是他知道自己要想回到神界 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气韵 抵消部分界面壁垒 而打造一个超级无敌大宗门 让世人敬仰绝对是不二之选 古清文言 也一片火热 心安安庆幸自己刚刚脸皮够厚 否则绝对会后悔一辈子 师尊 那不知何时我能够去龙武帝宫见识见识 时机成熟的时候 自然会带你去 凌云不想跟古清胡周下去了 当即道 既然你成为了我凌云的记名弟子 那接下来我直接教你炼制 欲清仙灵路 如若你学会了 以后这欲清仙灵路的炼制 完全交给你负责 师尊放心 弟子一定尽快学成 不让你失望 古清非常认真答道 不让我失望 凌云果断的摇了摇头 以你的资质 让我失望是一定的事情 不过只要你虚心学习 我会不遗余力的教你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凌云都在细心的教导 古清炼制欲清仙灵路 古清虽然资质不够 但好在够勤奋 在凌云的教导下 两天后终于是将欲清仙灵路炼制了出来 虽然品质没有凌云炼制的那么绝佳 但也还算勉强达到了凌云的最低要求 最后 80份材料 在凌云的教导下 古清一共成功了50份 失败了30份 也算是不错了 既然古清学会了 凌云自然不会再浪费时间待在聚宝阁 他拿走了自己炼制的十瓶玉清仙灵路 其余古清炼制出出来的50瓶都交给古清 然后丁主道 这50瓶玉清仙灵路交给你去贩卖 应该足够你赚回药材价格的四五倍了 不过 我希望你能够打着我龙武帝宫的名号 将这些灵业贩卖给青龙玉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旦他们认可了 玉清仙灵路的口碑和名声也会迅疾窜起 火爆市场 指日可待 这等贩卖手段 想必你我清楚吧 丁主完后 凌云直接离开了聚宝阁 也是时候该回到将军府为王朝大选做最后的冲刺了 第六十三章至尊神体 第六十三章至尊神体 将军府 凌云盘腿坐在床榻之 一瓶玉清仙灵路入口 浓浓的药效瞬间散入了凌云的四肢百骸 如同干涸的土地得到雨水灌溉一般 在玉清仙灵路的滋养下 凌云受伤的身体得到了迅疾的恢复 前后不过一个时辰的调息 凌云生的伤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 从此也可以看出这玉清仙灵路的药效确实强无敌 下面也该修炼吞天龙体了 希望这些五行属性的东西能够助我成功凝聚出吞天龙肿吧 凌云生呼吸一口整人后将之前在聚宝阁所弄来的五行属性物品全都拿了出来 金属性物品金龙玉甲 木属性物品神圆木 水属性物品玄园种水 火属性物品派出火灵草 土属性物品土灵珠 不得不说这古清还真是舍得下本 这些东西在江氏王朝这等小地方来说 确实都十分珍贵如若花钱购买至少需要百万银子 赤不宜迟凌云开始修炼 一五行之气顿天地之道挂龙神之体造万事至尊一道道灰色难懂的口诀 从凌云口不但道出凌云静气凝神手印不断翻转变换 慢慢的他整个人的气息完全变了仿佛置身在了一片虚无缥缈的世界之与外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这是修炼意图难得可贵的空明之境 轻弱空明万物皆空明也是无数舞者梦寐以求的午休之境 在这等境界下修炼可以事半功倍 凌云与世隔绝一般右手轻轻抬起一股股灵力从他的指尖涌荡 然后可见那金属性的金元玉甲悬浮在了半空之 金元玉甲金色光芒大药金属性元素不断的玉甲之渗透出来 然后疯狂的钻入凌云的身体之 紧接着木属性的神圆木也悬浮了起来 整个神圆木瞬间爆裂成碎渣 所有木属性元素也不遗余力地冲入凌云的身体之 随后水属性的玄园种水 火属性的太出火灵草以及土属性的土灵珠全都悬浮起来 其内各种属性元素也全都毫无保留地涌入凌云身体 如同海纳百川一般 各种属性气息如同五道洪流一般 在凌云体内乱窜 最后全都爆成五行水雾 渗透到了凌云的四肢百海河金八脉汁 呲 当这些水雾在体内涌荡时 凌云整个身体陡然间滚烫了起来 一道道吸冷气的声音 从牙缝间带着颤抖传出 水雾如同废水一般 所过之处 凌云的血肉 经脉和骨骼全都被炙烤了一般 没想到这五行属性之气融合在一起 通过吞天龙体的玄妙口诀运转之后 竟然会变得如此狂暴 好在我之前修炼了八天炼体诀 否则估计现在已经倒下了 凌云咧嘴微叹 虽然身体不但涌起剧痛 甚至连凌云的意识都痛得有点模糊了 但凌云却四十毫不在乎 只是咬牙坚持着 既不刻调动灵气抵挡 也不服用玉清仙灵露对身体进行调养 让那等狂暴的五行水雾不断改造自己的身体 让普通体制成至尊身体 这本是身体面盘重生的一个过程 梅花香自苦寒来 宝剑峰从魔力出 渐渐的 巨大的痛苦让凌云的表情越发扭曲 痘大的汗水不断冒出 浸湿了凌云浑身衣物 乃至到最后 凌云更是支撑不住 彻底昏迷了过去 虽然昏迷 但五行之气并未停止对凌云身体的冲击 凌云身体表面不断地冒出一道道青色光芒 体内竟然不断响起一道道神的龙吟之声 龙吟音波扩散开来 激荡着凌云身体的每一处 若肉眼可以透过皮肤 便可见凌云的经脉 骨髓和血肉汁 此时都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青光 青光弥漫之间 仿佛有着一种异常古老的气息 从凌云体内涌现 接下来整整三天时间 凌云都处在这种状态之 这三天内 林叶峰察觉到了凌云房 时不时地冒出的耀眼青光 大概也猜到凌云正在潜心修炼 他没有打搅凌云 一如之前一般 默默地守在门前 此此守着凌云 三日来 不曾离开过院子一步 甚至 连眼睛都未曾合过一次 痴痴 五行水雾再度如同浪潮一般 在凌云体内风起云涌 但这一次所带来的剧痛 却之前减弱了不少 水雾渐渐与血肉相容 凌云的意识慢慢恢复清醒 然后清晰地感觉到一股无穷的力量 恍若怒龙咆哮一般 在他体内狂暴 凌云的皮肤脂 逐渐地出现了一片片淡淡的青色龙鳞 仿若从皮肤之生长出来一般 龙鳞细凤间 还能够见到淡淡的烟红之色 一股股血腥味不但从传出 空 绝浪滔滔 奔腾入海 在这时 祖龙殿的那条神龙斗然飞离了祖龙殿 化为无数蛟龙 从丹田之散入凌云的浑身下 让凌云身的龙血之气沸腾到了极致 巅峰之后是低谷 极致过后 屋子内清光迅及消敏 之前的风起云涌陡然间全都归于瓶颈 凌云身体表面那淡淡的青色鳞片慢慢消失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凌云却知道 自己的身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刻 如同万千蛟龙在体内崩腾不息 让凌云如同遨游九天 畅爽不已 吞天龙肿 终于成了 凌云喜出望外 据我所知 但凡是宝体 其往往会蕴含着某种神通 虽然我现在还未将吞天龙体修炼出来 但也在体内凝聚出吞天龙肿 想必吞天龙体的神通我也能够稍稍领悟了 不过是不知道这所谓的至尊神体 所能给我带来何等的神通 会是何等逆天的存在 凌云砸了砸嘴 眼一片炽热 然后迫不及待的再度用一念沟通吞天龙肿 在这等沟通下 凌云脑海之很快冲入了一股巨大的信息 让他的脑袋再度涌起一阵炸裂之痛 好一会后 这等疼痛方才慢慢消退 凌云立即融合那股信息 那满是期待的脸立即绽放出了巨大的惊喜 第六十四章王朝大选 第六十四章王朝大选 龙暴神通 这是吞天龙体所赋予凌云的强大神通 一旦催动 可以让凌云的吞天龙体气血狂飙 身体如同一个吞天熔炉一般 将天地灵气掠夺吞噬 继而让凌云的吞天龙体彻底爆发 平时一拳之力恐怕只有千金之力 但在龙暴神通的爆发下 一拳之力可以瞬间暴涨一倍 甚至更多 现在凌云的龙武剑绝只能一次性凝成六道紫色雷龙 但在龙暴神通下则可以凝成十道甚至更多 这是一套十分霸道的神通 只是 凌云现在还没有将吞天龙体彻底修炼成功 若是贸然使用它 很有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不小的损伤 因此不到紧要关头 最好不要轻易动用它 不管了 先将它掌握再说 当做自己的一个底牌 或许到了关键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凌云抛开杂念 用心领悟这套霸道十足的神通 不得不说 这等神通领悟凌云前世掌握的那些神法神绝不相下 接下来整整三天 凌云都处在这等忘我的钻研之 直到三天之后 凌云终于是将其彻底领悟 千随便试试效果 凌云身体一震 体内顿时血气沸腾 淡淡的青色龙鳞在凌云皮肤表面慢慢显现 下一刹 整个周围的空间都是洞窜了起来 凌云身仿佛突然暴涌出巨大的吸扯之力一般 周围的天地灵气全都突然疯狂朝着凌云身暴涌而来 在这等涌荡之下 凌云身气势陡然大涨 似乎是第一次施展龙暴神通的缘故 也似乎是凌云现在武道修为太弱的缘故 当无穷无尽的天地灵气涌入她的体内 顿时尖一股追心一般的剧痛毫无症状地席卷开来 与此同时 凌云明明是玄武镜三重的修为 竟然一下子变成了玄武镜四重 此外 凌云能清晰感觉到 龙暴神通给她带来了无恐怖的力量 这一瞬间她甚至有种幻觉 自己随便一拳能够将天地轰穿 只是 这等迹象丝毫没有任何停留的趋势 深的气息还在疯狂暴涨 但随着这等气息的暴涨 撕心裂肺的剧痛却越发强烈 甚至让凌云都仿佛一只脚踏入了死亡深渊的感觉 不好 凌云心底一惊 立即收手 再这样下去 她的身体非得被那庞大的天地灵气折腾 得原地爆炸不可 在凌云收手之后 一切归于平静 凌云再度使用了一瓶玉清仙灵露 调吸了半个时辰身子后 方才渐渐恢复 这龙暴神通果然非同一般 叹息一口 凌云方才推门而出 一打开房门 第一眼看到的依旧是林叶峰 没想到 自己这一次修炼了整整六天 这个父亲又在自己的门前守护了六天 凌云心暖流不断涌动 什么叫做父爱如山 前世的凌云没有感觉到 这一世却在林叶峰深深有体会 有夫如此 我心热血 云儿 修炼了这么久 一定饿坏了吧 你稍微清洗一下 我这去叫人给你弄些好吃的 凌云峰见到凌云 像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温和地笑了笑 方才离开了凌云的院子 见到林叶峰离去的背影 凌云双手紧握成全 若说他前世的武道之心是为守护家族秘宝祖龙殿 那这一世 他的武道之心只为守护父亲 守护爷爷 守护自己身边的所有人 将是王朝的陛下 还有云圣何曾泽 你们最好不要妄想打我父亲和爷爷的主意 否则我会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疯狂 什么叫做杀戮 凌云心底汹涌澎湃 这一天 风平浪静 凌云没有再修炼 而是养精蓄锐了一天 一夜无风 黄城 言无场 此时人影撞动 人生鼎沸 一年一度的盛会 将是王朝各大势力纷纷到来 或送自己家的子女前来参加大选 争取某个好宗门 以后飞黄腾达 礼于月龙门 或纯粹事前来凑个热闹 尝个见识罢了 除了黄城各大势力 附近不少大大小小宗门也会受邀来此 像什么天狼帮 七玄斧 青云宗 万剑门等等十几个势力 往年 将是王朝对这些势力 那叫一个热情和敬重 但今日却不一样 当这些势力出现在演武场时 孤生明显要小了很多 甚至不少人连看都没有多看他们一眼 对于他们的议论声更是少的可怜 原因无他 只因今日青龙玉四大宗门的人也会来此 在四大宗门面前 他们这些小宗门自然是暗淡无光 可以说是陪衬罢了 甚至 连他们不少人也在暗暗期待着四大宗门的人出现 想要一睹四大宗门之人的风采 演武场四周 已经搭满了各种看台 其要数最前方的看台面积最大 视线最好 在那处看台之 一共分为三个区域 央区域一共五张黄金座椅 其一张属于江氏王朝的陛下江玉衡 另外四张则是用来招待即将到来的四大宗门的人 看台两侧还有两排白银座椅 左侧座椅如今已经坐满了其余小宗门的人 右侧座椅也坐满了江氏王朝的朝廷重臣 凌云跟着凌宗缓缓走了看台右侧 见到右侧的每张座位都刻了相对应的朝大臣的名字 一路扫下去 凌云和凌宗见到 第一张座椅 也是最靠近四大宗门位置的座椅 则刻着郑国公云圣的名字 可刻有凌宗的座椅竟然在最末尾的角落里 座椅的前后次序无疑也代表着你在朝的地位 其余大臣见到曾经的第一武将凌宗虽然归来 但地位却他们还要低了 心情不自禁涌起一抹喜意 爷爷 看来有人想给你特殊照顾了啊 凌云淡淡的笑道 云儿 跟我走 凌宗眉头一皱 并未按照安排直接坐下 而后带着凌云大不留心的走到了那刻着云圣的第一张白银座椅前 若无其事第一屁股坐了下去 其余大臣见状 面色微微一领 有人想要开口提醒 但凌宗其实一个眼神让其放弃了 直到云圣等人到来 第六十五张四大宗门 第六十五张四大宗门 凌宗 这是本国公的位置 你的位置在那个嘎拉窝里 云圣没好气地喝道 凌宗冷冷地瞥了一眼云圣 凡事讲究先来后道 莫非你想跟我抢位置不成 顿时间 一股玄武进七重的气息肆无忌惮地释放了出来 仿佛在说 有种你抢一下是一事 众大臣感受到凌宗身的气息全都面色差异 云圣却是心怒火烧 凌宗 你看清楚了 这座已经清楚楚刻了老夫的名字 名字 临宗愣了愣 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用灵力将座椅的刻字抹去 毫不客气地道 你的名字在哪 我怎么没有看见 云老狗 你当真想抢我的座位不成 云圣怒不可遏 在这时 江氏王朝的陛下江玉恒带着他的宝贝女儿江若雪 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到了看台之 他们的出现 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瞩目 特别是江若雪 皮肤白皙 面容绝美 长发披肩 前凸后翘 身材火爆 可谓是自带焦点光环 极万千注目于一身 凌云自然也看到了江若雪 一双眼睛立即阴冷了下来 可江若雪却对他视若无睹 身子从凌云身边默然走过 表现出无尽的傲慢和不屑 江玉恒的出现 让云圣选择了隐忍 这座位是他安排的 本想给林宗一个下马威 如若林宗忍了那也算了 可林宗非但没忍 反而还抢了他的位置 他的心 怒火烧 当下 让林宗旁边那位大臣江卫智 让给了自己 气愤不平地在林宗旁边坐了下去 他听说林云前几日放下豪言 要挑战江若雪 现在的他 只等着看那场好戏场 到时候江若雪击溃林云加入四大宗门 看着林宗还嚣张什么 江玉恒带着江若雪走向左侧 各个小宗门的位置打招呼 江陛下 令爱年仅16岁 不但身怀五道圣体 而且天赋异禀 前途无限啊 恭贺江陛下 若雪公主不但是江是王朝的第一天才 算是在整个青龙玉 那都绝对是人龙凤 各个宗门纷纷不断称赞 让江玉恒满脸笑容 极为得意 江若雪从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些小宗门又岂能入得了他那高贵的眼 在这时天空之破风阵阵 一只巨大的飞鹤 有远及近 不过虚于之间便是出现在了江是王朝的空 飞鹤之有着一个巨大的火焰标志 正是四大宗门之一烈火宗的标志 烈火宗的人到了 众人惊呼 见到飞鹤之 几道流光暴掠而下 最后稳稳地落在了江玉恒等人的身边 江玉恒见状 立即拱手迎了去 江是王朝 恭迎烈火宗长老大驾光临 呼呼 话还未落音 天空之再现三只飞鹤 人群惊呼不断 天道门的人也来了 那是雪煞阁 太清宫 是太清宫 然后 树道身影全都化为流光 落到了烈火宗人所落看台 江是王朝恭迎四大宗门 各大长老和弟子大驾光临 江玉恒激动不已 四大宗门齐聚江是王朝 这在王朝历史绝对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也到达了一个小高潮 在这时 一道绝美帝身姿陡然越了高台 竟是柳如烟 柳如烟连不微台 笑脸兮兮的走到了太清宫的几人之前 对着太清宫那名长老道 忘情姐 你们可算是来了 如烟 你偷偷跑出太清宫这么久 师孙他老人家可一直说要好好教训一顿 如若你这一次还不跟我们回去 师孙他老人家一旦大发雷霆 没人能够帮得了你 忘情长老见到柳如烟 十分亲密地在柳如烟脑袋敲了一下 这一幕 看在所有人眼 都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柳如烟竟然是太清宫的人 而是跟太清宫的长老如此熟络 乍时间 不少人肠子都悔清了 早知道这样 以前应该好好巴结一番柳如烟 或许柳如烟一高兴 他们兴许还能进入太清宫 次大宗门的人到其 一切准备序 江玉恒看了一眼他身边的太监总管叶明 叶明立即心领神会 站了出来 对所有人到 今日是我将是王朝王朝大选之日 通过了武斗宫考核的人 现在速速站到演舞台 王朝大选马开始 在叶明画坝 一道道身影踏演舞台 这些人都是江氏王朝的天之骄子 不过由于之前 非狐武院在与新城武院大战之 非狐武院的弟子损失不少 导致本来一共有50人 通过了武斗宫考核的人数 现在直接减少到了35名 其有三人最为引人注目 七玄武院陆臣 年龄19岁 已经是玄武进二重境界 乃七玄武院第一弟子 陈阳 将近20岁 武道修为踏入了玄武进三重 两个月前 江若雪和凌云还未冒头之时 他是江氏王朝年轻一代第一人 段子晴 年方十八 虽然武道修为只是领武进九重 但却身怀保体 是江氏王朝除了江若雪以外 唯一一个特殊体制的年轻弟子 与此同时 看台的江若雪站了起来 他脸部微台 庙曼的身子缓缓走向演舞台 刷刷刷 金可奸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全都从陆陈 陈阳和段子晴身转移到了江若雪身 王朝第一天才 王朝第一美女 王朝第一个十六岁踏入玄武进的人 诸多势力为他而来 连四大宗门的人都争先抢夺 其余所有人在他面前 更像是跳梁小丑 所有人都知道 今日王朝大选最耀眼的光芒注定是属于江若雪一个人的 江若雪走向演舞台时 凌云也漫不经心地走去 但并未有太多的人注意到他 钻石注意到他 也是对他嗤嗤以鼻 虽然这一段时间凌云在江氏王朝的风头很盛 但在江若雪面前 还是暗淡了点 特别是当日星辰五院前凌云和江若雪发生冲突 并发出挑战豪言的事情传开以后 众人看向凌云更加充满了鄙夷 真是不自量力 他也妄想挑战若雪公主 这年头的人这样 以为自己有点实力 目无人了 若雪公主无论哪一方面都他强多了 等着乔八 越是将自己看得太高的人 往往会摔得越狠 这小子如若真敢挑战若雪公主 那他今天绝对会死得很难看 第六十六章测试开始 第六十六章测试开始 众人的议论声 凌云恍若充耳不闻 完全不在意这些闲言细语 时间会证明一切 他的实力也会证明一切 看台之太轻功的孟琴目露深邃的看了一眼 凌云如烟 你当真没有骗我 这小子真有你说的那么邪乎 柳如烟果断点头 孟琴姐 我骗你干什么 凌云这小子绝对是我见过所有天才最妖孽的存在 不但舞蹈天赋异禀 再练气也是造诣匪浅 连我都自愧不如 此外 我还见到他指点一名三品炼丹师炼制丹药 总之 宁可错过姜若雪 我太轻功也绝对不要错失凌云 连如烟你都自愧不如 孟琴看向凌云的眼神更加显得有几分兴趣了 毕竟 他可是十分了解柳如烟的脾气的 柳如烟舞蹈平平 但若是论到炼气 除了他的师尊和那所谓的星辰天尊外 他还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 这一次竟然主动说自己自愧不如 这足以说明一些什么了 如烟 此番我代表太轻功前来将是王朝 主要是为姜若雪而来 至于凌云那小子 不如先看一看他是不是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在说吧 孟琴自然也不会因为柳如烟三言两语放弃姜若雪这等拥有圣体的天才弟子 时候不早了 王朝大选此开始吧 次大宗门一番商议后 由天道门来主持这场大选 当即天道门一名叫做田刀的长老站了出来 说话的同时 他手掌一番 一道黑色铁钟陡然悬浮在了他的面前 只见其手掌一拍 黑色铁钟稳稳的落在了演舞台 这一次大选一共分为两个项目 第一项力量测试 第二项魂力测试 田刀顿了顿 随后继续介绍到下面 我们先进行第一项 我刚刚拿出来的是一件灵级宝器 黑黄中 你们要做的是站在演舞台另外一侧 然后用你们最强一击的手段去攻击黑黄中 只要黑黄中能够被敲响三下 算合格 方可进行第二项考核 敲响的钟声次数越多 我们四大宗门录取的可能性越高 机会把握在你们手 能不能把握住那看你们自己的了 参加考核的弟子文言 一个个都是兴奋异常 他们原以为四大宗门只为江若雪来 现在看来他们也确实有机会被选走啊 于是众人纷纷摩拳擦掌 不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很快 江玉衡按照田刀吩咐 准备好了一个抽签用的盒子 通过抽签决定大选的出场顺序 所有参加大选的弟子陆陆续续前抽签 凌云也不例外 很快 抽签结果公布 五道灵体的段子琴第一次出场 在他之后是曾经的王朝年轻一辈第一人陈阳 至于凌云则抽到了35号数字 也是最后一个出场 在凌云前面一位 不偏不倚 正是江若雪 抽签完毕 大选开始 在万众瞩目之 段子琴信心满满的走到了演舞台的一侧 然后毫不犹豫的对黑黄中发动了自己的最强一击 东 一道清脆的声响轰击在了黑黄中 黑黄中立即响了一声 东 又是一声随即而起 凌云大概知道 这所谓的黑黄中内有乾坤 可以将力量进行反弹 力量越大 反弹的次数越多 每反弹一次 会使得黑黄中震响一次 这等考核 既能够考核出弟子们的武道实力 也能够将武道基础是否牢固检测出来 有些弟子虽然武道等级不低 但由于他并非打下夯实的武道基础 只是借助各种灵丹妙药才得到节节攀升 这种人的灵力会偏向柔弱 无法使得黑黄中敲响多次 对于这一点 灵云道也完全不担心 虽然他这一个月武道修为进步飞速 没有注重武道基础 但其实他修炼了霸天炼体诀 已经让他的武道基础十分牢固了 东东又是两声响起一共四声 段子琴成功通过了第一项测试 他立即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之前不少兴奋异常的弟子 此刻却面色略微沉迷了下来 段子琴有着灵体 武道修为也不算差 竟然只能够将黑黄中敲响四声 从此可见这黑黄中到底有多难敲响了 下一个填刀喊道 陈阳走到了阎舞台一侧 然后也发动了自己的迅猛一击 咚咚咚咚咚 连续五声 鱼音绕梁 在阎舞场响起 如惊雷滚滚 不少人看向陈阳都是满满的羡慕 陈阳 我七玄斧愿意直接收你为内斧弟子 提供你斧内一套玄机成功法 三门玄机成武学 七玄斧忍不住向陈阳跑出橄榄枝 只要你愿意加入我青云宗 我青云宗愿意许诺你七玄斧双倍条件 青云宗也站了出来抢人 接着天狼帮和万剑门等小宗门也纷纷想要拉拢陈阳 但四大宗门却没有一个宗门表态 这让陈阳有些失望 同时也让其余人民认识到 四大宗门的要求到底有多苛刻 我想再是一试第二项测试 暂时不做出抉择 陈阳自然更希望加入四大宗门 所以还想在第二项测试努力一把 如若到时候四大宗门的人还是看不他 他也只能选择其余小宗门了 毕竟 小宗门再小 也将是王朝还是要强势一些 在陈阳通过考验后 其余弟子接踵而至 可这些弟子大多都只能敲响黑黄中两声 达到三声的人屈指可数 四大宗门的人越看越是失望 反倒是一些小宗门趁此拿下了一些弟子 时间飞逝 很快终于轮到江若雪出场了 凌云 前世的你虽然在我面前不可一世 但风水轮流转 这一世的你 在我面前已经什么都不是 现在我让你看一看 你与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了 从凌云身边走过 淡淡的瞥了凌云一眼 江若雪冷傲的声音缓缓道出 第六十七章妖孽 第六十七章妖孽 江若雪挪动着身姿 从容淡定的走到了阎舞台一侧 一如之前测试者一样 他身体猛的一阵 冰冷的气息汹涌的从他的体内抱涌而出 很快 在他身前凝聚出一道巨大的冰拳 他没有任何犹豫 右手猛的一挥 那道冰拳如同火箭一般飙射了出去 所过之处 空气都仿若被冰冻了一般 其速度之快 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江若雪的出手 让现场所有人几乎都是屏住了呼吸 一个个几乎都是目不转睛的盯着眼舞台 一刻画面也不肯放过 连四大宗门的人 此时也都面露期待 若雪公主天赋超绝 按照之前陈阳他们的表现 这一次若雪公主应该至少都能够敲响六次黑黄中 六次也太少了 依我看至少七次 伴随着众人的议论声 江若雪的攻击终于是落到了黑黄中 咚咚咚咚咚 黑黄中轻刻间接连发出五道急促的钟声 声音辉红 震耳欲聋 至少陈阳的五道钟声要嘹亮不知多少 一开始五声钟响 众人顿时间更加期待万分了 东东 又是两道钟声接踵而至 整整七道 众人惊诧 江若恒等皇室人大喜 次大宗门的人也都点了点头 对于这等表现似乎算是满意了 可在这时 东东 又是两道钟声响起 虽然声音没有之前七道钟声嘹亮 但对入众人耳 震撼力却之前的钟声要强烈无数倍 所有人都觉得五雷轰顶 惊骇无 九道钟声 陈阳还高出了整整四道 这哪是天才 这简直是妖孽 当钟声落霸 所有人对江若雪再度崇拜了好几分 天道门的田刀长老称赞道 不错 这个年纪能够施展出如此力量 算是在我们天道门眼算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了 一般来说 16岁的弟子能够敲响七道钟声算是天赋异禀了 八道钟声天赋绝顶 九道钟声那是天赋超然 江若雪绝对算得是天才的天才了 烈火宗的长老火将略有几分激动到 江若雪的力量测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是不知道他的魂力测试会如何 毕竟 只有灵魂品积强大的人 以后在五道意图才能走得更加长远 绝煞阁的一名长老雪剑补冲道 其余人也纷纷点头 也正因此 四大宗门的人都没有着急表态 至于其余小宗门 他们都知道四大宗门为江若雪而来 如今江若雪表现如此耀眼 他们岂敢跟四大宗门抢弟子 因此也没有任何人出生 江若雪没有失望 走下演舞台 路过灵魂身边时 却还是一脸比一地道 你看到了吗 现在的我早已不是你能相提并论了 是吗 那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好了 且是你在我面前跟个丫鬟没什么区别 这一世 你连做我的丫鬟都没有资格 灵魂也鱼一笑 若无其事地走到了演舞台一侧 那平静的眸子里折射出别样的沉稳 摆布神拳 去源拳 灵魂没有任何犹豫 在霸天恋体决的强大肉身支撑下 他看似平平无的一拳迅猛轰出 视如破竹地朝着黑黄中轰击了过去 灵魂这小子这一个月舞蹈修为突飞猛进 一定是服用了什么神丹妙药 这样的人 舞蹈根据最不牢固 我看他最多只能敲响六声绝对不能再多了 六声你也太看得起他了 玄武进三重的沉阳他厉害吧 也不过五声中响罢了 他若是能够超过沉阳 我但八王的名字到过来念 他若能敲出六道中响 我当众吞详 在这时 咚咚咚咚咚 五道中声如同疾风奏语 赫然响起 让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凌云竟然一瞬间敲响了五道中声 而且似乎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 咚咚 果然 又是两道巨响响彻天际 声音洪亮 宛若天音 直颤所有人的心灵 这么轻而易举敲响了七道中声 这怎么可能 众人都是惊恶无 云儿 无论是看台的林宗 还是看台下的林叶峰 此刻身体都是狠狠一颤 林云的表现已经远远地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七道中声 倒也难得可贵 只是相于姜若雪来说 还是暗淡了点 太清宫梦琴客观地评价道 可他的话还未落音 东东 两道中声震天 所有人的耳膜这一刻都觉得一阵声疼 整整久道 跟姜若雪竟然持平了 更让人吃惊的是 林云敲出的响声要姜若雪的响声明亮多了 所有人都是呼吸一致 现场除了终生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声音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彻底震住了 江陛下 没想到你江氏王朝还真是我虎藏谋啊 烈火宗的火将略有几分兴奋地道 江玉横念虽然笑着 但心底却沉凝无 他自然不希望有人带过他女儿的光辉 更不希望那个人是将军府的人 东 然而 当所有人都认为林云已经测试结束之时 黑黄中却突然又响起了一道钟声 这一道钟声响起的刹那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十道钟声 姜若雪还要多一道 可这还没完 东 东 黑黄中再度响起了两道钟声后 方才停止了下来 整整十二道钟声 这简直是天才的天才 妖孽的妖孽 这个结果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让不少人惊恶得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姜若雪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云儿 林宗激动万分 自己的孙儿有着如此优秀的表现 让他这个爷爷的脸光芒万丈 孟晴姐 我早说过我没骗你吧 柳如烟震惊过后 得意的看向身边的孟晴 孟晴姐 别愣着了 赶紧留住凌云 让她加入我们太轻功 否则一旦被其余三大宗门给抢走了 你一定会后悔终生的 事实 其余三大家族的人 已经忍不住想要对凌云抛出橄榄枝了 只是 他们还未开口 一道凌云熟悉的身影突然跑了出来 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凌云在武斗宫参加考核时遇到的赵清风 第六十八章 拜见师尊 第六十八章 拜见师尊 当日 凌云不但从赵清风身引走了不少钱财 还弄断了赵清风的一根手指 这件事传开后 赵清风还一度沦为皇城的笑柄 因此 赵清风一直怀恨在心 刚刚 他只敲响了两道钟声 第一道侧式直接失败 不但四大宗门看不他 连那些小宗门也对他不感冒 他的心情自然是郁闷到了极点 他认定正是凌云当日断了他一指 方才让他今日没能发挥出最大的实力 错失了李月龙门的机会 如今见到凌云表现得如此优异 新的落差无疑更加激起了他极极度的不爽 那掩埋的阴暗面再度占据了他的思绪 他失败了 那他也绝对不会让凌云好过 各位大人 小的斗胆在此揭穿凌云 他之前是通过作弊 方才拿到了这次参加大选的资格 又不知道使用了什么诡异的旁门左道 使自己的修为快速提升 以此来迷惑你们 让你们认为他是一个武道天才 继而收他为宗门弟子 但其实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赵清风先是对着四大宗门的人拱了拱手 然后指着凌云怒气腾腾地道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哗然 四大宗门的人刚刚还一个个面露激动 此刻却全都低沉了下来 他们不是没有听过 有些人为了加入宗门 固扯手段 其最常见的 是某些人利用武道尽要强行提升自己的修为 武道尽要对身体和修为的副作用都极大 一旦要笑过去 不但修为大将 以后恐怕也会沦为武道废人 更别提能够在武道意图有所建树了 所以 各大宗门最忌讳的是招入这样的弟子 天道门田刀最先开口 询问赵清风道 你这么说可有什么凭证 赵清风心底一沉 立即答道 大人明鉴 一个月前 江氏王朝谁人不知凌云是九天绝脉 本因一生无法修武 可仅仅只是一个月 他竟然不但踏武道 如今修为更是远超我们这些修炼了十几年的人 若他不是使用旁门左道 恐怕没有人会信 此话一出 现场不少人也纷纷认同 虽然江若雪这两个月武道修为也一飞冲天 但凌云却跟江若雪不一样 因为江若雪乃天生圣体 有着如此突破速度 合情合理 可凌云呢 偏偏还是无法修炼的九天绝脉 这样的人突然之间在一个月突破到玄武境 实在是太蹊跷了 什么 九天绝脉 如此五道废体 竟然也妄想加入四大宗门 田刀彻底变脸 烈火宗的火将同样面露怒气 直接对江若恒呵斥道 江若恒 你们江氏王朝莫非是以为我们四大宗门的人很好糊弄不成 竟然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情 江若恒心情复杂 这一刻 他想了很多 他既希望江凌云的事情做时 让凌云没有踏入四大宗门的机会 同时又担心这样会不会惹怒四大宗门 从而影响自己女儿踏入四大宗门 甚至还怕会影响江氏王朝的在青龙玉的名声 让德以后没有宗门再赶来江氏王朝招收弟子 正愁逐间 林宗抢先一步开口 各位大人 这纯粹是谬论 我孙儿堂堂正正 绝没有使用任何旁门左道 云圣眼前一亮 他没有江玉恒那么多顾虑 直接剑缝插针 一针剑血地对各大宗门的人道 各位大人 事实并非是林宇一人使用了这种旁门左道 连他的爷爷也是这位林宗将军也是如此 十年前林宗将军身受重伤 连王朝最好的一师都束手无策 可这一个月内 林宗将军的身体不但突然治愈 五道修为反而突然晋升到了玄武进七重 林宗重伤十年 一朝治愈 五道修为不减反增 而他的孙儿林云 明明是九天绝脉的五道废体 却也在这一个月内他五道 一飞冲天 其的猫腻大家应该不言而喻了吧 云圣此话一出 似乎更加印证了林云和林宗同时使用旁门左道的事实了 云圣 你放屁 林宗怒心头 哼 林宗 你莫非心虚了吗 如若不是使用旁门左道 那你倒是告诉大家 你十年重伤是如何痊愈 你孙儿九天绝脉又是如何好了的 云圣咄咄咄逼人 很多人也都是伸出了脖子 等着林宗回答 他们也非常无法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特别林云这等九天绝脉一夜之间竟然变为五道天才 这更是让众人好得很 哈哈 云圣 没想到你一把年纪还真是井底之蛙 在这时 演舞台突然传来了林云的笑声 只见林云宠辱不惊 淡淡地道 如若我说我失恋丹师 我爷爷的重伤是我炼制出的丹药治愈的 我的九天绝脉也是我用丹药打通的 讲必你也不会相信吧 炼丹师 你 算你小子要编造谎言那也至少编一个靠谱的吧 云圣轻蔑地笑道 不仅仅是他 现场任何一个人都不相信林云是炼丹师 他们无法想象一个能够打通九天绝脉炼丹师那 但是何等强大的炼丹师 但他们知道 林云绝对做不到 江氏王朝也一定没人能够做到 来人 将这小子赶下演舞台 不要再让他耽误这次大选的时间 天道门田刀直接发号施令 等一等 在这时 人群外突然走出了一名老者 所有人见到老者 都是心头一领 因为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江氏王朝鼎鼎大名的首席炼丹师古青 古青大师一定是来拆穿林云了 很多人如此想着 古青一步不走向演舞场 最后在所有人惊诧无的眼神对林云十分恭敬地拱了拱手 毫不避讳地道 弟子古青 拜见师尊 什么 这是什么情况 古青大师叫林云师尊 难道 这是真的吗 是不是我听错了 没有人不觉得惊雷滚滚 没有人不觉得惊世骇俗 在他们心得高望重的古青大师竟然称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为师尊 这也太不现实了吧 第六十九章争相邀请 第六十九章争相邀请 虞胜和江玉恒面色凝重无 隐隐间 他们都有种感觉 那是最难对付的似乎不是林宗 而是林云这个少年 能够让古青称之为师尊的炼丹师 那在炼丹意图该有多大的造诣 若是让这小子再成长下去 那以后还得了 古青对林云拱手之后 又转而看向四大宗门的人 拿出了他的炼丹师徽章 客气地道 各位大人 我以青龙玉炼丹师公会的名声作为担保 我师尊林云确实是一名了不起的炼丹师 炼丹师公会 那是一个公正炼丹师的地方 在青龙玉有着十分权威的地位 古青拿炼丹师公会的名声作为担保 又拿出了炼丹师徽章 足以让人信服 云圣沉默了 江玉恒沉默了 在场的其余人也全都沉默了 他竟然是古青的师尊 连柳如烟此刻也都是眼珠子都差点惊出来了 如若各位还有任何意义 何不继续进行第二项魂力测试 武道修为确实可以通过某些禁要或者手段暂时提升 但魂力却绝对不可能的 这一点想必四大宗门的人也我清楚这也是大宗门往往更注重的是一名舞者的魂力 因为魂力才是决定一名舞者能够走得长远的最为直观的表象 不是吗 林云从始至终 面不改色 四大宗门的人都是点了点头 林云说的不错 武道修为可以作弊 但魂力却绝对不可能 既然如此 那直接开始第二项测试吧 太轻功的孟琴突然开口道 这第二项测试由他负责 他让甜刀将黑黄中收了回去 自己随手一番 一块金色巨石落在了演舞台 其散发出一股十分诡异的能量波动 仿佛能够牵动人的灵魂一般 这事剧魂时 只要刚刚在第一项测试敲响黑黄中三声乙及乙的人 都可以参加第二项测试 测试过程 需要你们将手放在聚魂时的凹槽 用自己的灵魂去沟通聚魂时可以 你们能够让聚魂时觉醒出的金光数目 代表着你们的魂力大小 一般来说 只要能够让聚魂时觉醒出三道金光 称得下品魂力 算为合格 四道金光则属于品魂力 算是优秀 五道金光即为品魂力 魂力可称之为天才 六道金光矣 那都是天才的天才 以后前程无可限量 伴随着梦琴的介绍 对于凌云的质疑暂时沉了下去 所有人打起精神 观看第二项测试 按照之前的抽签顺序 现在开始测试吧 填刀声音落下 第二项测试也正式开始了 只见他将手放入聚魂时凹槽之 顿时兼具魂时金光乍现 整整四道金光 冲刀空 可以称的品魂力 再加段子秦来宝体 综合平定也算是一名天赋不错之人 但四大宗门并未向其招手 让他最后不得选择了一个小宗门 架一个 陈阳 陈阳觉醒出了三道金光 四大宗门自然更看不他了 最后也选择了一个小宗门 接下来的数人几乎都是三道金光 只能算是合格 全都入不了四大宗门的法眼 最后长只剩下江若雪和凌云两人了 这让现场的人都是暗叹一声 要想加入四大宗门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凌云 我这一个月去纪念山脉修炼 修的是魂力 而不是力量 所以我再力量输给你 那也无所谓 五道一图 看中的还是魂力 接下来的第二轮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江若雪依旧冷傲 当他一袭白衣落在巨魂石旁 整个炎舞场立即安静了下来 虽然刚刚凌云在力量测试将江若雪压了下去 但却依旧没有将其锋芒掩盖 在众人眼里 身怀圣体的江若雪才是今天真正的主角 不少人也相信在圣体的加成下 江若雪会在第二项测试员远地甩开凌云 这个靠着单要踏五道的九天绝脉废才凌云 演舞台江若雪依旧在万众瞩目之下 江首长缓缓地放入了巨魂石的凹槽支 顿时间刺眼的金光撕裂天空 一道两道很快六道金光毫无悬念地暴射出去 惊艳四座果然是天才的天才 作有人意料之地感叹 然而这时又是一道金光乍现 光芒万壮令人震惊 这还没完 在第七道金光出现后 第八道金光紧随而至 整整八道甩了段子琴和陈阳等人 不知道多少条街 这一刹那现场死记无声 周围观众四大宗门之人 其余小势力以及江玉恒等人 此刻都像是被雷劈了一下 犹如雕塑一般傻傻地站在原地 这江若雪所与人的脑袋都有点发懵 六道金光极品魂力 七道金光绝品魂力 八道金光至尊魂力 没想到江若雪的魂力竟然到达了这等地步 这等天赋的弟子是在我们四大宗门 那也是百年难遇的存在啊 田刀感叹一声 在他看来 这江若雪以后绝对是天之骄子 人之凤 拳击迫不及待的开口 正是拉拢江若雪 江若雪 你若是加入我天道门 我天道门将直接收你为核心弟子 尽全力栽培你 宗门内的所有武学功法更是任你挑选 你有任何要求 也可以向宗门提出 宗门都会尽力满足你 我雪煞格不但会满足你一切要求 而且格主他老人家会亲自收你为徒 以后倾尽全力栽培你 雪煞格的雪剑说出了更加具有诱惑的条件 江若雪 只要你加入我烈火宗 除了天道门和雪煞格承诺你的我们会做到以外 我烈火宗以后每年将会给江氏王朝两个弟子名额 烈火宗这可是要在培育江若雪的同时 顺便帮助江氏王朝发展王朝势力 江若雪 我太亲公也诚挚邀请你加入 并且承诺其余宗门的所有条件 孟晴也忍不住开口了 江若雪实在是太耀眼了 于四大宗门而言 这等天赋卓绝的弟子若是被其余宗门抢去 一旦将其栽培起来 对自己宗门绝对是后患无穷 第七十章请求 第七十章请求 争先恐后的发出邀请后 四大宗门的人都是一个各满怀期待 弟等着江若雪做出决定 江若雪高傲地瞥了淋云一眼 随后却对四大宗门的人道 各位长老 我只有一个请求 如若哪个宗门可以答应我这个请求 那我选择哪个宗门 什么请求 你尽管提填刀急忙问道 别说一个请求 算再多个 他天道门也会答应 却只见江若雪玉手轻轻一抬 指向了凌云 我的请求很简单 是希望你们能够马出手 帮我杀了凌云这小子 顺便帮我将是王朝铲除他所在的整个将军府 江若雪的话十分狠毒 简然 他知道自己现在要想杀凌云有些棘手 所以干脆请四大宗门的人出手 如此一来 方可确保万无一失 此外 江若雪也知道凌云的魂力纵然不会塌高 但也不会太低 如今他提出这等请求 一旦四大宗门表态同意 那代表着四大宗门的人都愿意为了江若雪杀了凌云和将军府所有人 如此一来 无异于是等同于让四大宗门都跟凌云为敌 他是要将凌云逼向绝路 让凌云死无葬身之地 以绝后患 凌云心底发狠 这蛇仙女人果然处处都想弄死自己 而且这一次还想顺带要灭掉江军府 灭掉自己最亲的亲人 我天道门答应你的请求 填刀第一个表态 凌云虽然在第一项表现优异 但他以前可是九天绝脉 魂力能强到哪里去 江若雪不同了 两项测试都要眼无 更重要的是 他身怀圣体 以后成算是再滴也滴不到哪里去 为了他杀几个如同草芥一般的人 太值得了 我烈火宗也答应你的请求 烈火宗随即表态 还有我雪煞格 同样答应你的请求 雪煞格毫不示弱 最后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不约而同的 看向孟琴等太轻功众人 师姐 不要答应他 一旦你答应了他等同于放弃了凌云 相信我凌云他优秀多了 如若错过了凌云才是我太轻功最大的损失 柳如烟在一旁极力阻止道 孟琴面色犹豫 一直没有做出决定 为了一个九天绝脉 却放弃一个武道圣体的天才 这值得吗 也在这等犹豫间 黄金座椅的田刀陡然起身 决定主动出击 姜若雪 为表明我天道门的态度 我现在可以出手 替你杀了这小子 强大的气息突然从田刀身如同洪水猛兽一般抱涌而出 瞬间便是笼罩在了整个演舞台 第五进强者 感受到那股强大的气息 所有人都是面露畏惧 同时看向凌云的目光也变得同情起来 面对第五进强者 凌云拿什么狗活 小子 是你自己自裁 还是要本长老亲自了结了你 田刀居高临下地望着凌云 一副看待蝼蚁一般的眼神 凌云轻冷一笑 面色没有露出任何退缩和畏惧之色 下一刻 她纵身一跃 反而直接跃到了巨魂石前 看向江若雪冷笑道 八道金光很厉害吗 话罢 她的手毫不犹豫地 深入了巨魂石的凹槽 见到凌云这个时候 不但不选择逃走 反而还选择进行第二项测试 所有人都是不禁眉头一皱 莫非凌云有把握在第二项测试 也胜过江若雪不成 否则 她这绝对是多此一举 乍时间 整个演舞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甚至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想看一看凌云的测试到底如何 连田刀也停了下来 满目狐疑地盯着凌云 终于 在众人翘首而盼下 巨魂石终于是有了动静 秋 一道金光从巨魂石冲天而起 光芒大放 十分耀眼 秋秋 在第一道金光之后 又是两道金光在巨魂石空大放一彩 区区三道金光而已 拿什么跟江若雪 九天绝脉之人 果然一生沦为五道废人 田刀吃之以鼻 既然知道江若雪跟凌云有过节 她自然要贬低凌云 给江若雪留下好感 从而让江若雪最终选择天道门 林宗心许难平 七八下 她很清楚 如若这一项测试 凌云没有超过江若雪 四大宗门的人应该真会为了 江若雪将凌云和整个将军府铲除 可江若雪觉醒出八道金光 如此天资卓越 连宝体都没有的凌云要想超越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在林宗这等担心之下 三道金光再度在空战放 金光闪烁 之前三道都要耀眼 整整六道金光 让在场的众人都是未知动容 不过由于有了之前的江若雪 众人并未震惊 那田刀继续冷笑道 不过六道金光而已 我们天道门这样的弟子多了去了 只是六道吗 田刀 你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 林云音冷的看了一眼田刀 秋休 又是两道金光 如同烟花一般在空战放 这两道金光的出现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热血沸腾了起来 八道金光 竟然跟江若雪持平了 这也是说 没有任何宝体的林云 竟然丝毫不逊色拥有圣体的江若雪 这 怎么可能 田刀和现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恶然 赵清风身子一软 一屁股瘫坐在了地 江若雪脸色越发阴沉 梦晴师姐 我早说过林云在武道的天赋 绝对不会江若雪低 现在相信了吧 柳如烟迹激动 又得意的在梦晴耳边说道 孟晴心也暗暗庆幸 自己刚刚幸好没有急着表态 现在四大宗门其余三大宗门都表过态 林云第一意的应该只剩下他们太轻功了 但柳如烟的话落入其余三大宗门耳 却让三大宗门的人面色沉凝雾 八道金光已经足以证明林云不是靠着要武和旁门左道才踏武道的废物 而是一名跟江若雪不分伯仲的天才 天啊 你们快看 有大呼之声响起 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 当众人下意识地望向聚魂石的时候 身体都是不由得猛的一颤 所有人都是见到 在八道金光出现之后 竟然又有金光如同流星一般 从聚魂石射出 划过天际 让整片天空尽染金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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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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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